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许愿21张是吧 许愿21张你试试看吧 好不好啊 一张可以 而是一张可以吧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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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一张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一切没有学着心灵法门的时候 许愿人是有的同龄人 对不起 虽然管世音不在忏悔 好长时间都不练习了 但是现在他要打电话呢 我害怕 就是说这样 应该这样持有这个事情啊 就不想给他减免了 要以心意 学习 关心 给他心灵法门呢 嗯 好好念经啊 好吗 嗯 好好念经啊 嗯 有的时候 嗯 自己的 嗯 自己的意愿 如果一门津津了 好好学佛了 把人间很多东西要放下的 如果放不下的话 那你还在 啊 人间的五欲六成当中 嗯 好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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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嗯 嗯 另外再来想 用学通修 他不会扫充 像忘子年纪比较大 呃 就是我可以帮他扫充吧 可以啊 因为名字上写的是 给他的药金子 所以就没关系了 哦 但是像用的通修 他假的 就是他 呃 比较远 他有时候 可能 可能会一次写个几张 恐白的 嗯 嗯 然后他不会骗的情况下 啊 我 我可以帮他骗吧 他年纪几张了以后 我给他帮他骗 嗯 我觉得像你这种人可以 因为我觉得你很老实 嗯 嗯 我觉得你可以 你比较诚实 嗯 啊 就是说 因为他不会骗了 或者咋回事呢 我帮他骗 可以的 嗯 可以啊 可以 嗯 哦 谢谢观世音 不知道谁要太当 嗯 嗯 另外就是说 我想分享太当 我说 呃 就是好像就是 实际上的 老是不同的情况下 我应该给我怎样念 修房子啊 或者说 一天要念 心经 多念 几点 念多少遍 比较好啊 你就觉得气场不好 气场不通的话 你最好是绕佛 就是站着在佛堂里一边念经 一边自己在客厅里走走 哦 我也是经常都是这样子 走走念 走走念 实际上就是绕佛 但是呢 顺时针走 而不要逆时针走 就可以了 哦 顺时针走 嗯 哦 哦 好 好 好 那我知道了 但是就是说 心经像我一天 现在应该念是 我现在已经 我想念小房子 把心经念的烧了 应该最少一天念 基本比较好 念二十一遍一定要 像你们经常修心的人 二十一遍以上一定要的 其实 其实会念经的人 你什么都能念呢 任何时候都是修心的场所 任何时候都是修心的境界啊 你在边上有时候 人会等吗 等这个事情 等那个事情 嘴巴不停的在念 多好啊 对不对啊 哦 是 是 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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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好 谢谢台湾 再见 干人台湾干人关心不止 好 再见 让别的同学答吧 好 再见 喂 你好 啊 师傅好 啊 师傅稍等 嗯 喂 啊 你好 喂 啊 你好 哎 师傅好 今天有几个问题想请教师傅 嗯 啊 这个明星 这个明星带这个星这个字 是不是明星都是成愿带来的菩萨吗 师傅 嗯 不能这么讲 哈哈 不能这么讲 哈哈 每个人的缘分不同 每个人的根基不同 嗯 嗯 谁都可以成为明星 嗯 谁都可以成为明星 现在还有网络 网星呢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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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明星也有 嗯 也有 对对对 嗯 好吗 嗯 哦 那他们 嗯 那他们这种 这种 这种 就是 他也是 天然想 想 想 想完 来到人间是享受福报的 或者是还有是 也是有任务的嘛 师傅 每一个人都具有到人间来的义务 到人间来好好做人 好好学佛 到人间来 如果你碰到好的法门 好的佛法 你就会度众生 你就会行菩萨道 啊 行佛道 所以这都是好的嘛 对不对啊 嗯 不是单单明星的问题 所有的人都 嗯 具有 呃 应该弘扬佛法啦 应该传承啦 只是看你的根基和你的福德够不够 嗯 哦 明白了 谢谢师傅 开始 那师傅 那些承认带来的小菩萨 如果已经开始学我们的法门 师傅也需要等到因缘成熟的时候 才能知道自己前世的来历和今世的使命呢 师傅 肯定的 不可能是你念经就知道的 不可能的 嗯 那这种自己的使命的形式 是否与他有缘 是不是菩萨给到梦中告知呢 师傅 这种情况 各方面都会有 嗯 有的人是 有的人是灵感的 感觉啦 有的人是梦中啦 有的人是靠别人点话啦 都有 都有 哦 明白了 明白了 哦 谢谢师傅 那师傅 开始 师傅 您不是在7月11号的图腾节目里看到一个亡人在阿修罗道高的地方吗 嗯 嗯 您说 他有一个欲借天的亲戚在帮他 在帮在帮他忙 想把他弄上去 请问师傅 什么样的情况下 欲借天的天人可以把阿修罗道的天人拉上去呢 很简单 就是因为他到了阿修罗道了 他还欠过在已经在天做天人的人 哦 你欠他 举个简单例子 你现在在城里 如果你的乡下过去你 人家曾经帮过你 或者你欠人家的 你会帮他把他办到城里来吗 嗯 会的 会的 就这样 哦 那师傅 你比如有的亡人他已经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了 而那个人在欲借天 那西方极乐如果他欠西方极乐世界的那个人的 那个人在西方极乐世界也能帮他吗 师傅 菩萨都下来帮我们了 你说说看 只是一般的小菩萨他没有这个能力 对不对啊 你看看 佛陀不是到人间来帮我们吗 观世音菩萨不是到人间来帮我们吗 对不对啊 对对对 那师傅 就是前段时间不是有一个那个 观世音菩萨呢 做的那个制作的那个视频吗 当时观世音菩萨化作一个老夫人来度这些有缘众生 那弟子想明白 让观世音菩萨化作一个老奶奶来度化有缘众生 那当今的 当今这个现代这个社会末化时期 观世音菩萨也可以化作人的样子来度化有缘众生吗 师傅 想一想吧 这里去想一想吧 就好了 很多事情 观世音菩萨用不着画成一个人的形状 他的思维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 我们每个人都有具佛的本性 所以我们每个人不就是观世音菩萨的化生吗 每一个在文化度人的人不就是观世音菩萨的心 慈悲心在心中 他们不就是观世音菩萨的化生吗 哦 明白了 明白了 谢谢师傅 这个一开始 师傅 您有时候看图同时会说 某个人吃了很多苦 但是他不说出来 请问师傅 这种情况 师傅 一般是因为他骗对方的 所以吃了苦也不说呢 师傅 明白了 其实这种性格也有助于我们去了断缘分 是真的 师傅 所以你看很多人 一直吃苦 一直吃苦 苦到后来叫什么 知道吗 苦尽甘来 好嘞 不造新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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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师傅 师傅 您这个前 上周五不是说那个家里的佛台 菩萨来不来吗 你说 你曾经提到过 菩萨住属在家里 什么样的情况下 菩萨能住属在我们家里的佛台里呢 师傅 干净啊 人很干净 第一 人很干净 第二呢 思维干净 第三呢 行为干净 然后呢 还有环境干净 然后呢 你的佛像庄严 要一定的尺寸 菩萨才会来 哦 那是吧 那我家佛台 菩萨住属吗 我不知道 你谢谢师傅的词为开示 那这个住属还具有好多因素呢 是吧 绝对是的 所以有的 观音堂很小很小 相片也很小 但是菩萨在很远的地方可以给你加持 但是绝对不会住属在里面的 哦 明白了 明白了 那师傅 一般这种观音堂的话 一般是菩萨住属吧 这个 です 所以你去看 我讲个故事给你听听 有一座山 山底下一个很漂亮的大庙 有大雄宝殿啊什么都有 这个山呢 在往后面很陡的地方上去 一个小庙 爬上去又非常辛苦 但是呢 下面的香火一直不旺 上面的香火很旺 为什么呢 很简单 下面的主持贪心 上面的主持非常虔诚 替众生一直求 所以上面有求必应 下面的庙再大 没有香火 为什么 听得懂吗 因为菩萨不来啊 明白了 就是历史我们说 山不再高有仙则灵 水不再山有龙则灵 这开悟了 我讲这个故事嘛 就是山不再高有仙则灵 真的是 谢谢师父的慈悲开示 我继续问师父 就是我们就是 修心灵法门的 就是很多灵验的势力 特别是修得好的 师兄经常梦到 往天上飞 有的甚至飞得很高 飞得很久 请问师父 往上飞是不是代表 它的园灵受到了加持 就好像百姓 每次回一次家 能量更强大一些呢 师父 讲得很好 就是这样 如果做梦 梦中能够飞起来的话 都是境界高 因为它的 那个 园灵啊 就灵魂啊 非常的pue pue英文讲 就是干净 就是纯洁 就是这样 哦 那师父 飞到像二层楼这么高 是代表啥呢 哦 风托二层楼 就是它 它很接近阿旭罗道 哈哈哈哈 哦 那飞到五层楼这么高呢 那就要慢慢的 要可以过 应该说 一经当中 已经过上天的日子了 哦 你只要望上看 我教你一个方法 在天上看不见人 看不见人 觉得自己在飘 那你已经在遇见天了 哦 如果你看见都是云 看见都是云 只看见蓝蓝的 这个天天的 这个完全是白的那个天 那你已经 境界已经到 超脱六道了 境界 我指的 哦 哎 师父 您说的这个境界 你指的 你说它境界在哪 在哪 那你说的这个境界 就是说 它意思是说 它现在走的话 就上哪里 是这么个意思吧 你说 对啊 你现在在人间的境界 是菩萨 你走到肯定菩萨到啊 哦 你现在整天背后弄人家 你最后死的时候 你就是到鬼道啊 到鬼道啊 明白了 明白了 就是 明白了 那师父 有的同学不是梦到和 在天上和魔打斗吗 他这个是在哪个地方 和魔打斗 你知道魔性在哪里 魔性嘛 在好几成天都有啊 首先呢 在阿修罗道这个天 就不得了了 全部都是 好斗啊 争斗啊 争斗啊 嗯 所以 到阿修罗道只不过是过 一个接近天人的生活 嗯 所以 为什么说 为什么说 人是从大凡天下来的 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你看看 为什么叫凡文 凡月 它不一样的 这个 人家说好听的 这个先月 就是凡月 因为大凡天 人从大凡天下来的话 到了人间 所以我们说 继承的那种凡月 凡文啊 所以最早的古老的时候 就学佛的人 都用着凡文嘛 明白了吗 明白了 明白了 这个是我们的传统文化 那当然了 那师父 你有空给我们 做一首凡月吧 我给 我看见你们 做出来 肯定不是那个凡 是很凡人的凡 明白了 明白了 谢谢师父了 特别开始 师父 您不是在节目中 看到有一位 同修的外婆 往生后 乘坐心灵法门的莲花 往生到了 西方极乐世界 请问师父 我们心灵法门 有心 有心灵净土 为何 他外婆乘坐着 我们法门的莲花 往生到了 西方极乐世界呢 什么样的情况 乘坐着心灵法门 去西方极乐世界呢 我问你啊 我问你啊 你说你坐 坐公共汽车的时候 有不同的 几号 几号公路吗 21路 38路 42路 有没有啊 有有有的 到终点站就是一个路啊 任何交通都是帮助人 进入你的境界的 好的交通运输啊 实际上就是任何法门 只是帮助你能够达到你的目的啊 还不懂啊 等到你达到目的 这个法门对你来说就没了 对不对啊 所以连法门都要不执着 所以为什么金刚经讲到后来 什么都没有法无啊 连法都没有了 法都没有 你有什么 哦 明白了 明白了 总是这样 谢谢师父的 特别开示 师父 前几天你不是在录音中讲到了 观地菩萨吗 你说你求观地菩萨 观地菩萨 他下面那些护法神 也会保佑你的 那师父 你透露一下 观地菩萨是不是 他管理着所有的护法神呢 师父 你这个用人间的思维去看菩萨 那么你就是错了 你就是叫偏执了 因为观地菩萨也好 维托菩萨也好 所有的金刚菩萨也好 他们都是护法神 他们没有谁高谁低的 他们护持着佛法 护持着人间 护持着人的正性正念 只要有不好的 他们都会共同来抵制 会来打击打磨 但是有好的 他们全部都在护持 所以不存在 谁高谁低 谁管谁 听得懂了吗 哦 明白了 明白了 我知道 观地菩萨是护法神中 品牵最高的护法神 也就是这个可以讲 品位最高的护法神 那么可以怎么讲 比方说这个是 这个品位比较高的 那个护法 那么叫大护法 对不对 对 其实师父 他就是菩萨中的护法 其实人家观地菩萨 已经是菩萨了 绝对 只是他是菩萨 但是他只是的 他只是 就是进行的那个工作 用现在话讲 我解释 比方说 大家都是人 大家都是人 那么就叫菩萨 大家因为都是菩萨 对不对 如果到超出四道之后 身闻言诀 对吧 然后菩萨道 比方你在菩萨道里 都是菩萨 但是菩萨里边 他负责什么呢 他们这些菩萨们 就负责护法呀 明白了吗 哦 明白了 明白了 哦是这样 好 谢谢师父的慈悲开始 师父 那您 就是说 再问个问题 就是修心灵法门的女同修 如何做个好妻子 请师父开始一家吧 心灵法门的 这个同修 怎么做个好妻子 实际上不修心灵法门 不修 不学佛的人 都应该做个好妻子 不是学了佛 要做好妻子 对不对 学了佛之后 更要做好人 什么叫好妻子 有概念的 什么叫好 什么叫错 首先 要懂得这个世界上的因果关系 第二 一切随缘 尽自己的努力 去帮助别人 就叫善 对不对 什么叫好 天天跪在老公面前给他洗脚 就叫好 这就叫好妻子 天天被老公骂 被老公打 就叫好妻子 概念不一样 明白了吗 明白 好了 谢谢师父的慈悲 谢谢师父的慈悲 师父 您就是有一个同修 他问你就是佛台的油灯 节莲花代表菩萨来了吗 请问这个节莲花 它的形成 它的形成过程是什么呢 是什么样的呢 是菩萨 先给我们增加信心的 还是菩萨直接站在这个莲花 这个油灯上呢 你当妈喜欢研究的 我就讲给你听一点你就知道了 一个花朵在没开放的之前 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会开放啊 温暖 温暖 对不对啊 在温水里的花很快就开了 对不对啊 我问你 菩萨如果到你家来 护法神到你家来 有没有佛光啊 有有有 佛光是不是温暖的 是不是热的 是的 好了 佛光一到 你这个火苗 就慢慢接连化了 哦 你忘了 你忘了 那师傅 我觉得问就是画小房子的时候 发现金光闪烁吗 金光闪闪吗 那请问师傅 如果金光闪烁是代表小房子质量好 还是菩萨已经过问了 师傅 两种情况都有 你看你烧锡箔 锡箔上面虽然有银粉 对不对啊 但是烧不出金光的 你看小房子上面根本没有金的东西 为什么它会烧出来金色啊 你边的能量啊 明白了吗 哦 那师傅 那金光闪烁是不是地府操作了 还是天界给读送者的信息呢 用不着的 比方说因为有的 有的小房子是菩萨帮你转送 有的小房子是地府直接拿 有的小房子是鬼来抢 所以能够有金色的小房子烧出来的 一定是菩萨帮你转送 或者护法神帮你转送 你就可以看到金光了 那菩萨和护法神转送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举个简单例子 你一个家里的人已经在比方说这个我们说在那个阿修罗道了 或者他很干净他还在等在中阴生的时候他等着在投胎或者上天 因为中阴生就是在又还没到天上还没有到下面去的时候 他只是在当中所以叫中阴生嘛 阴们因为人死的属阴嘛 所以叫中阴生 在这个情况下 你明白吗 这个时候菩萨觉得他很有佛缘 家里人又给他念经 菩萨就会把这个小房子拿了帮他接缘给他 加持呀 菩萨拿着他的能量 再加上他的小房子 还的功德 举个简单例子 你今天欠人家钱 对不对啊 那么今天人家帮你还了 如果 比方说 我就拿我的例子来举吧 我们弟子比方说 欠人家一个情 那么今天他写了份检查 他自己送过去 人家要骂他或者打他 因为冤结没断 那么今天呢 师父帮他拿过去 说这是某某某给你的检查信 说他做错了 你说感觉一样不了 不一样不一样 人家打我啊 人家是不是 你看师父帮他亲自送来 是不是马上就原谅他了 这还不懂啊 现在知道了 菩萨们就这么帮人的呀 有些事情 他自己不出面 人家帮你去一讲 对不对啊 老婆 因为老公打了老婆了 最后自己 什么样这个老婆都不能原谅老公 那么老公呢 就跑到去找张母娘出来 张母娘跑到来跟女儿一讲 算了啊 怎么怎么一讲 那么女儿就算了 这还不懂啊 那懂我懂 那师父 什么样的情况下 就请到您的法神出面了 师父 不是我的法神 我就举例子 听得懂吗 那这人家遇到一些事情 师父不搞个人崇拜 你们多求关心菩萨就好了 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 那师父 你看有位师兄说 他能控制梦境 如果他说 如果梦境不是太好 可以用意念 回到梦境的开始 重新选择 结果或可以走到 另一个结局 请问这是什么概念 怎么能够控制梦境呢 有什么代表意义 你们赶快拜他为师吧 这么有本事的 实际上控制梦境 是什么概念 就是因为你在白天 在阳间的时候 做梦属音嘛 你已经修得很好了 修到自然 叫自然远 所以很多人念经念 再来做梦也在念 听得懂了吗 是这个概念 是这样啊 那师父 我最后再问一个梦境 就是有一个同修啊 他梦到和师父的法山 在一块嘛 在路上走 结果呢 看到路边上 有一个白色的陶瓷观音 梦境意念 这个白色的陶瓷观音 菩萨教呢 是别人丢弃的 师父呢 就对这个同修说 你把这个白色的陶瓷观音 供起来 你与白衣观音有缘 这是什么意思呢 师父 这个意思很简单 叫他供菩萨啊 他家里有佛台不了 有有 已经有了 有那么心不成呀 对菩萨没有放在心上呀 家里有佛像 那叫着像 着像 对不对啊 你心中有菩萨 那才叫真正的菩萨到你家来了 那师父 如何做到 心中有菩萨呢 师父 如何做到 天天问 天天 想自己是 讲菩萨的语言 想菩萨的思维 做菩萨的行为 你不就是菩萨吗 对 做一件事情 这比方说师父本来今天上午安排 对不对啊 跟一些嘉宾一起 他们邀请我 跟他们一起 有一个会面 做节目啊 再怎么样 我们这么多的听众啊 所以心中就是菩萨啊 要救人啊 对不对啊 我的嘴巴里讲的是 帮助人家讲的是菩萨的话 行为是拿着话筒 那不就 现在不就是在做菩萨的事情吗 是的 是的 师父 其实我觉得 就是今天 比如今天吧 正好是台庆 您再忙 我知道您心里这样想 再忙也要去做节目 为大家解答 哎呀 开悟了 心中有 心中有众生 你就是佛 为什么知道吗 因为众生就是佛呀 只是众生 他没有觉悟的佛 那师父 您就让我们 给开这个照顾 我们觉悟了 觉悟了 你刚跟你讲讲 你不是觉悟很多了 明白了 明白了 师父 今天的问题就问到这 您今天发喜充满 师父 好 已经发喜了好几天了 那天天发喜充满 师父 好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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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你好 喂师父 你好 师父 那个我今天跟你说几个梦 好 师父 那个我昨天在那个广场里发书啊 就虽然看了一下那个第十几 好像这是第十九版的那个玉力宝钞 我一边看 我一看这书在那个原版的基础上啊 添加了很多现代的英国案例和那个 事例什么的 心想 这要是能把这个 要是能把师父观英国看图腾案例也加成一些 就更完美了 结果今天早上我就梦见 我眼前出现一本 加了师父图腾英国案例的玉力炮床 师父 这啥意思 您能开始一下吗 这啥意思就是你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不要去随便动 师父告诉你 佛法的东西照着全被传下来传承就可以了 增加自己的智慧和悟性 好好度人 不要随便添加 你看我们心灵法门到现在没有一样东西是台上自己的经文啊自己的什么 很多法门都有的 我们没有 我们完全照着照普出老先生的佛教念诵集在念经 所以没有任何添加剂 听得懂吗 要纯正就不要随便加 但是你的心很好 你完全可以把这些案例经常发送 专门印一本案例的书都给人家看 这都没问题 不要跟过去的那些 这些那些那些那个文献啊 或者一些文档啊 放在一起 这样不好的 明白吗 明白师父 师父那个我还有一个梦想跟你说一下 就是那个我上上周日啊 还有在上周五不都给你打通电话吗 我上周日给你打通电话的第二天 我就梦见那个 梦见我上学啊 因为我今天真是想梦见上学吗 这次以前我不写了两份文章吗 然后写完文章之后梦见我上高中了 上高中之后不过我发了三道杠吗 梦见意思我我做个班杠了吗 然后当然这次那个 那次上周日给你打上电话 第一个早上梦见我又变成小学 什么了 第一个小学生之后吧 我每个班级里都有一口枯井 有一口井 但是我那个班级里井是枯井 然后呢木头都烂得要掉渣了 我就一碰那木头上面板子洗碎洗碎的 然后就碰碎过了 然后那个校长就给我一个红牌 红牌警告 说你以后再把这个水井弄坏的意思 就是一个取消我办占我的资格 然后我因为前一天不跟你打电话谈那些假房的事情 所以我又不明白这个梦什么 也许水能解 就是你现在的心啊像个枯井 还没有水源 就是没有智慧啊 所以人家说接近流水的地方 人会有智慧 有时候你去洗个澡 你出来就会把很多事情想通想明白了 听得懂吗 所以呢 自己要继续好好念经修心 能够今天到今天你已经解脱很多了 想想你过去跟师父打电话痛苦万分 想想你现在已经解脱千分了吧 好好努力 坚持 菩萨不打妄语 好不好啊 是 像那个 像师父就是说 那个就黄斧狼特别恶心 知道吧 他走个地下什么 就看见女的吧 他非得直过去看一眼去 然后呢 看见背景挺好的 挺美的那种 非得走到前面 必须地看看你长得啥样 我都会 人也死得是不懂 现在你知道了 你被这些动物附体了 所以他会 所以为什么很多巫婆了 他因为都是被那些精啊附体啊 黄鼠狼们好色你懂的呀 动物里边黄鼠狼也是会好色 鸟也好色的 所以很多人说在人间好色的人 下辈子去投黄鼠狼呀 所以这个东西没有办法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很多神经病被抓起来 他控制不住 不是他要去 在火车上 在公共汽车上 去做那些不好的事情 因为他身上的灵性控制他 他动作一做 那么被人家抓起来 一阵臭打 然后最后查出来说 讲出胡话 那么其实是他身上灵性讲话 然后我们就把他送到精神病医院 那么送到精神病医院一段时间呢 那个灵性走掉了 他正常了 又放出来 放出来灵性再上去 那么又进医院 这个灵性病听不懂啊 所以这种事情你们要学 不学哪一天能懂啊 所以你要经常要给他念经 希望他早点离开 好了 好不好 师傅那个你想 那个那个 他吧 就是喜欢看 并没有太多的恶劣想法 但是他以往敏感 他就会招东西 这个就是你的缘 恶缘还在身上呀 听得懂吗 人不能 人不能因为在人间 做看到一些什么事情 做到什么事情 这个就这个就本身的控制力 还是不够 明白吗 你想象一想 要把他往恶心方面想嘛 你就不会再去 有自己生理上反应 对不对啊 是 那你要是走到一个猪圈里 你看那猪都不穿衣服的 他们也有生殖器啊 你看到马啊牛啊 你会 你会 你会有什么想法吗 恶心都恶心死了啊 你刚刚跑到他边上 他一团 一团粪就出来了 他连卫生间都没有啊 你要想一想啦 所以你要好好地 菩萨一直就到你今天 师父不知道给你加持多少了 你今天能够 今天你能够还这么正常 能够打电话 这个王水上不 现在不惹你 我告诉你 都是你自己念经修行 师父给你加持 菩萨给你保佑啊 真的 所以要求个好师父也不容易的 师父为了你这个事也背了不少 你知道吗 我知道的 师父 你知道每一次给你打完电话 师父都烧很多小房子 你知道吗 对不起 师父 做人要懂事情 师父从来不讲 你今天讲讲了 我再讲起来 所以做人要有良心的 很多人 师父帮自己的弟子 消灾解难 挡掉了 弟子都不知道 还在外面诽谤师父 你说这种人不下地狱 谁下地狱啊 好吧 好的师父 那我今天就先说到这 说到这里 感恩你师父 OK 再见 师父 application 又穿出来跟我讲话 哦 喂 你好师父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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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师父 你好 师父 对不起 师父 这次向您请安 嗯 呃 师傅 这里 一直有梦见还有同学的问题 想请是不是您随便开始一下 就是今早 不是昨天晚上 有位同学 他就是 最近他去跟 他去跟另外一个同学放生 还有一个是不修心法门的 也跟着去放生 接着晚上 早上把这位同学就梦见 在放生的地点有一只鳄鱼 然后呢 当他们把那些要放生的鱼 倒在那个水泉里面 那只鳄鱼就把那些鱼都吃掉了 请师父吃杯 看下这个梦境 放生有问题 放生的地点有问题 地点有问题 换地点 那跟那个一起去放生 没有修心理法门的 有关系吗师父 没有什么关系 他不修心理法门 他也能放生 所有学佛的人都能放生 就是不学佛的人也能放生 听得懂吗 听得懂师父 好 师父 再接着是通讯物的问题 有位同学他想问师父说 为什么有些人 每当到吃饭的时间 他就是会发无名火 发脾气 请问师父 这个是因为身上有灵性 还是有别的原因呢 很多人在吃饭的时候 会发无名火 有两种 从生理现象来讲 当一个人很饿的时候 他的内分泌会失调 他的肠胃膜会饥渴 所以他血液循环会增加 会加快 然后他没有 在肠胃里没有东西的话 他血液循环一圈圈就快了 然后呢 在肠胃比方说 吃得饱的人为什么要睡觉 对不对呀 因为他的血液到肠胃里 去帮助消化 所以大脑缺血 人就感觉到疲倦 要睡觉 当大脑里 这个当肚子里比较饿的时候 他的血液循环就比较快 所以他血液循环比较快的血压 就会有点偏高 所以饿的人非常急 所以人家为什么吃饭急厚厚啊 听得懂了吗 所以急的人 那么第一 一看菜上来了 还不能吃 或者一看这菜不好 或者怎么样 从人的感应 感觉方面来讲 他就很容易发脾气 就是跟他 感情 就是跟他对的feeling 我们说的feeling 就是感觉 他比方说 他已经 比方说很饿了 这个弄到来 哎呀 这个没有热好了 那个嘛 哎呀 忘了放什么了 他动不动就发脾气了 因为他看见 看见他老婆已经 有怨气了 所以他老婆做什么菜 哎呀 这么咸 这么淡 他不喝口味 他就发脾气 这是我说的是人间的 还有吗 只要有饿死鬼在身上 有饿死 饿死鬼 所以他 他就一定会发脾气 每到吃饿死鬼 发脾气的人 有一种可能性 就饿死鬼在身上 听得懂吗 那这位同学 我们还是说 要他许愿 想放水 会更好 念经啊 总是念经啊 不管有没有 总是念经啊 因为人家说 为什么吃饿的人 急的时候 就像冲着狼 狼饿的时候 眼睛蹬出来 老虎饿的时候 眼睛冲出来 人家说你饿死鬼 投胎啊 现在听得懂了吗 其实你饿的时候 就是有饿死鬼 会上升 好了 好师父 再加个问题就是 师父 同修请问师父 在家里 是否可以一天到晚 都一直扫地 一天能扫到五六次 师父 请问这个 家当吗 一天到晚 在家扫地 叫他去做清洁工 是最好的 也不要在家扫了 到外面去扫 保护这个社会环境 也很好 第二个呢 一天到晚扫地 有个什么好呢 锻炼身体 不怕吃灰 第三就是洁癖 洁癖 洁癖 也是一种心理不正常的反应 老觉得人家脏 人家脏 除非有些人 刚刚从天上下来 一点点脏了 他就难过 因为人家脏嘛 他天上干净 会有洁癖的 明白了吗 所以有洁癖的人 就是有可能是天上下来的 师父 也有可能神经病 听得懂吗 听得懂 师父 好师父 今天就是有同学 那就是想问师父 因为他要是佛台 因为我们师父 曾经跟师父 说菩萨的眼睛 一定要高过我们的头 那想请问师父 是否南京菩萨 观地菩萨 也是一样呢 没关系 没关系的 没关系 关心菩萨高过我们的头 就可以了 哦 好好好 师父啊 这里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我这里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有同学的梦境 这个梦境呢 师父 比较 比较 复杂一点 师父 您慈悲 听一下 我已经在慈悲听了 对不起 师父 对不起 我的话语真的是很不好 师父 感恩你师父 同修他梦见 他睡醒之后呢 有一个鱼缸 有一个鱼缸 一个小鱼缸 在他的床旁边 鱼缸里面有一条鱼 突然间那条鱼 穿过鱼缸 掉在地上 同修吓到就喊他的老公 接着从窗口又再掉 跳出一条黄色的鱼 同修就出去 他出去调他的老公 但在房间外 又有一条很大的鱼 同修就马上出去 跟他老公说 然后再走进房间 又看到鱼缸里 多出两条鱼 地上仍然有两条鱼 但有一条鱼 他的上方面是 他的上方面的肉 不见了一大块 接着同修老公就说 把那四条鱼拿去放生 师父 就是他过去吃了太多的活鱼了 他过去吃过的鱼 把人家鱼肉吃掉都写给他看 叫他赶快去放生 就去放生 好 师父 这里我会同修 想跟师父您说一下 等下师父你等一下 恩师师父 弟子跟师父请安 叫我好 原谅我师父 让我问一个问题 师父我想问 因为我从小到现在 就有很多的那个 学念杂念 不好的意念 请问师父 那个是因为什么 因缘果报 让我会有这种的念头呢 师父 很多 一个是小时候 在成长发育的时候 看到的那些东西不是太正 第二个 爸爸妈妈身体再好的话 荷尔蒙太强 也会造成欲望 第三 爸爸妈妈经常吵架 造成你对爸爸妈妈的 失去信心 就会想到 另外再去找个人依靠 这个时候 就会有非分的 意淫的意念出来 感恩师父 还有上辈子 如果没有好好修 这辈子很容易犯邪淫 好了 好 谢谢师父 然后师父 因为我平常要跟 菩萨上乡的时候 我就 可能就不太 愿意去上乡 因为我真的是很怕 我自己的意念不好 请问师父 这个是对不对的 举动 你如果觉得自己不干净 就在这边上 好好静下心来 念经念经 念到自己静了 觉得干净了 再去上乡 你又不能说 因为你不干净 就不上乡啊 好 师父 师父 我是不是应该多 念诵小房子来 教我的 心经心经 好好把自己干净 心弄得干净一点 明白了吗 好的师父 好的师父 感恩师父吃飞 再见再见 感恩师父吃飞 再见 再见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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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 你好 好 师父 师父 你好 师父 给您请安了 弟子呢 想麻烦问师父一件事情 嗯 就是说 那个我 有一天早上 烧小房子吧 嗯 把小房子 放在佛板上之后呢 我就感觉 有些身体不舒服 嗯 烧完后呢 头皮发麻 哎呦 还热 有一种呢 就是飘的感觉 这个人 哎呦 然后两只手臂呢 腿和耳朵 全身都在发麻 整个人呢 好像很 小房子是你的 还是别人的 我 是你自己念的是吧 对啊 好 讲下去 完了 然后就感觉到 浑身很不利 嗯 然后大约躺了 那种两个来小时吧 这种症状 才一点点消失 嗯 请师父开设 那就是被邪 所清 烧小房子的时候 太执着 我脑子想了 某一个人 想过头了 听得懂吗 啊 这个人 不是我小房子的质量 不是我小房子质量 是说明有人 已经来拿了 拿的时候 或者你都看不到 师父告诉你 有的人在烧小房子的时候 突然之间 感觉到后背 后背一凉 我看见过 他他叫我看的时候 我把它拉出来看过 过去的东西都能拉过来看的 一个鬼呀 感谢他呀 就在他背上啊 扑在他的背上 然后清了他一下 他说 后背着凉 牙齿痛 那我这种情况是什么情况呢 你这种情况 至少他抱过你了 鬼呀 所以烧小房子的时候 不要太执着 哎呀 你拿去啊 哎呀 我对不起你啊 哎呀 我希望你上天 不要 烧小房子了 明白了吗 那也就是我的药精者吧 对了 善缘 如果恶缘的话 你不是什么糖 糖一会儿就好的事情了 听得懂了吗 哦 好 感谢师父 再一个师父 就是说 我觉得放生的时候 就是说 我每次放生的 都是给家人放生的时候 然后也得同时给师父放 每次都是先给师父 然后呢 再给家人放 这样可不可以 可以呢 每次总是给家人放 给什么 给师父放啊 哎呦 我就是说 我放生的时候呢 那个 我都是先给师父放 放完之后 再给家人放 这样就是可不可以 嗯 谢谢你啊 怪不得师父 最近觉得 身体好像特别舒服 哈哈哈哈 是的 我的意思就是说 还是就是说 我丢了我 就放生 你就先 就是单独啊 今天就是给师父放 还是就是说 可以跟家人 当然可以一起放 你就可以 比方说 第一嘛 尊师重道了 对不对呀 给师父放一条嘛 也是 不要多一条嘛 可以了 师父这个人不贪的 你们想着师父 我就很开心 对不对呀 不管老妈妈什么 想着师父 师父特别发喜 我就觉得 你们这些孩子 值得师父爱 我就这个感觉 明白了吗 弟子 这也就是 金斯理力量 微薄力量 我真的感觉 师父太辛苦了 一条就可以了 谢谢你 嗯 好 在一个师父感觉 我在梦中嘛 就是一个声音 告诉我 一个普陀山 一个九华山 这个是什么意思了 你可能 要多念一点 这个 观世音菩萨的经 可能晚年 你要念一些地藏经吧 我想 地藏经了 你过去学过的 这个 学念过地藏经了 我在学心理法文之前 实际我一直在念地藏经 看见了吧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呃 实际我 感觉 我告诉你 我一梦啊 一 一 一个准的 明白吗 啊 实际话 实际我 就是我在念这个心灵法文之前 地藏王谷子真的救过我的 对了 我真的很感觉 跟地藏王菩萨有缘分啊 所以 一边学心灵法文 一边对我们 伟大的地藏王菩萨 也是起尊敬心 而且你到了稍微晚晚年一点 我觉得你应该可以念一些 比方说 你一个星期念几遍地藏经也没关系 像你这情况是特殊 因为你可能跟地藏王菩萨特别有缘分 好了 嗯 是的 真的感恩地藏王菩萨 也感恩关心菩萨 感恩师父 菩萨不会计较的 菩萨是特别慈悲的 听得懂吗 嗯 真的感恩师父 你看 师父 嗯 嗯 你说 你说 我不说 您说 我不说 您说 我说的意思就是说 很多人 对不对啊 在开始学心灵法门 后来学其他法门 师父怎么会去 对他们不开心啊 你只要进博门 我就开心 对不对啊 嗯 很多人从其他法门 到我们这里来 我还跟他们讲 要尊重 你过去的法门 这才叫师父呢 对不对啊 嗯 对 感恩师父 师父啊 再一个 我就是说 我就是说 前一日住院出来之后吧 我就梦见了一个小二层楼 这个二层楼 那就像一个格子 就是一年当中 就是告诉我 就是小房子 有点歪了 后来我就想 是不是我住院身体不好 也影响小房子的质量啊 因为我以前 是 看见这个 你小房子有一段时间 没念好 才让你住院呢 这还不懂啊 你的房子歪了 你才住院呢 因为我以前嘛 我看的这个楼 都特高特高的 就是我又念了 我又讲 念 这是格局 这叫现实报 念的不好 下去了 那是不是与我 这个身体不好 也有关系啊 当然了 阴虚嘛 就是力量不足了 对啊 过去中国传统 医学文化说的阴虚啊 阴是什么 对啊 什么叫虚啊 或者佛法里面 讲虚空啊 是的 那段时间 我就是真的念不动 浑身一点力量都没有 就是后来 我做了这个梦之后 我就觉得 我确实小房子 有问题了 所以说 我现在这些天 我就是身体 只要觉得不舒服了吧 我就休息一会儿 所以您的录音 就是说 我们的小影碟啊 我就看看那些 对 这个没得到 我的开示 我就歇一会儿 你这个方法非常好 这样可以 是吧 对啊 有时候人觉得 自己很累的时候 或者觉得 怨惊最近 怎么这么不顺呢 我告诉你 清静一下 放下一下 听听师父的白话佛法啦 接点气场也好 对不对啊 嗯 是 感恩师父 这一个我 就是前几天 我白身念经的时候 我觉得很困 然后我就说 那我就睡一会儿吧 我就做了一个梦 梦到一个就是海岸的地方 我背着两个小包 里头会儿 基本上没有东西 是空的 然后就往 好像往一个 有床的地方在走 然后里面没人 我坐下之后呢 然后就看着 有三窗圆被 就是叠在一个 就是放在其他的床上 然后这时候 有一个男人在炒菜 我一看炒的都是素菜 完了他就叫我吃饭 后来我就想 我又不认识他 我就没有理他 然后这个梦就醒了 请师父开始 麻烦了 你这梦是到下面去过了 嗯 你你要特别当心了 你躲过一个鬼门关 如果那床被子也铺在床上 说不定就你了 那个男的肯定是个鬼啊 在下面 嗯 是的 后来我们 因为我心想我不认识他 我就没理他 好了 现在知道了吗 我今天是六十三岁 哎呦 躲过一节了 嗯 躲过一节 躲过一节啊 感恩师父感恩菩萨 好了 嗯 好了师父 感恩你保重身体 再见啊 再见 再见师父 保重身体 谢谢 谢谢 好 听众朋友们因为时间欢喜呢 我们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 非常感谢 听众朋友们收听广告之后 回到节目中来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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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